一,你要尽全力保护你的梦想,那些嘲笑你梦想的人,他们必定会失败,他们想把你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,我坚信,只要我心中有梦想,我就会与众不同,你也是,而如果你有梦想的话,就要去捍卫他,那些一事无成的人想告诉你,你也撑不了大器,如果你有理想的话,就要去努力实现。 三,当你最认为困难的时候,其实就是你最接近成功的时候,四,当人们做不到一些事情的时候,他们就会对你说你也同样不能,五,不要让别人告诉你,你不能做什么,只要有梦想,就要去追求,那些做不到的人总要告诉你,你也不行,想要什么就得去努力,去追求。 六,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,但那往往是努力的人剩下来的。 七,我是这样的人,如果你问我一个问题我不知道答案的话,我会直接告诉你,我不知道,但我向你保证,我知道怎样找到答案,而且我一定会找出答案的。 八,主,不要移开那座大山,请给我力量爬过它,请不要移开那些绊脚的石头,在任何时候指引我,主,我的负担很重,好像很难承受,但是我不会放弃,因为你向我许诺答应了,而且你已经满足了我在圣坛前的祷告。 九,也许幸福是一种只能让我们不断追寻的东西,而却无法真正拥有。 十,有梦想的人,从来叫醒他的都不是闹钟,而是梦想。 十一,幸福这个单词里面是一个I,不是一个I。 十二,这个人生阶段,这小小的阶段是幸福来敲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